大家好,我是OTG的Max 今天為大家帶來最新的DJI AIR2S 這款最新的無人飛機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看看裏面有甚麼 我們一下就立即開箱,讓大家看看AIR2S內有甚麼配件 首先一打開就會見到這個非常精美的斜面袋 大家最期望見到的就是AIR2S的主機 如果看看正面,也會跟我們上一代AIR2有幾大分別 除此之外,大家已經經常見到的 在近代兩款都會有的遙控器 在這個Findemore Combo裡面,也會連主機前後三個電池 跟上一代一樣,都有一個智能的充電板 可能有些朋友會問,可不可以用上一代AIR2的電池 是可以的,因為兩款的電池都是同一個模特兒 所以如果本身已經有的用家,就有一個很大的喜順利 火牛的配件 另外要留意的是 今代AIR2S的相機做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所以在盒子裡面,跟上的ND filter的減光 filter裡面 Size 都有不同了 所以兩款新舊機就不可以共用了 在這裡也會跟上ND4,8,16,32 四塊不同減光光度的減光鏡 另外盒底那裡,還會有一些快速指南 最後就是一個小小的配件箱 裡面就包括了一些遙控器要需要的不同的電池 還有呢 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得到 是獨立包裝 新的這個螺旋掌 剛才剛剛介紹完,有些甚麼配件之後呢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了解這一款新的無人飛機有甚麼特別的功能 立即為大家介紹一下 AIR2SR現在最長的飛行時間可以去到31分鐘 重量就595g 可能在鏡頭那裡你會發現 除了一個前置的鏡頭之外 今次的避障那裡除了前方之外 多了一組上方的 那為甚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因為在上一代的無人飛機 它在一個叫做P mode 定位模式裡面,它的姿態最多只可以是20度 在今次加上方的避障時候 它在P mode定位模式裡面 最高速度可以再提升 因為 飛機的姿態可以去到35度 所以就由每秒12米這個速度 可以提升到每秒15米 今次的鏡頭那裡做了很明顯的一個升級 今次的鏡頭就是用了一個1吋的感光元件 去到2000萬的像素 另外就可以拍到一個5.4K的攝影影像 當然啦,之前一直都有拍這個RAW格式的相片 今次也會有的 所以大家可能在無論是拍照或是拍片上 都可以得到一個更理想的影像 今次的DJI AIR 2S 除了在鏡頭上做了一個升級之外 其實軟件上也做了很多的改善 包括是什麼呢 今次是用了DJI Ocusync 3.0 加強了圖存的距離 APAS 4.0 令到避障的效果更加顯著 Active Track 4.0 如果有之前用過 DJI的產品的朋友都知道 它追蹤的功能其實非常能力 今次再加再勁了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想提多一點 就是今次 有一個叫做ADSB AIR SENSE的系統 這個系統是什麼呢 在DJI Enterprise的產品 其實全線都已經有這個晶片和這個系統 主要的用途就是用來 接收 附近一些民航客機 或者是直升機的訊號 當你的無人飛機接近 或者反過來 直升機 在你身邊的時候 系統會在界面裏面 自動會有一個 Warning Message 告訴你 令你可以預早地 降低飛行高度 甚至你說可能是 暫停你那個飛行的任務 減少意外的發生 所以我相信這個ADSB系統 可以幫助你 減少 更加多不必要的意外 今天的分享暫時先到這裡 我們接下來會為大家 製作更加多不同的影片 以及一些開箱 希望大家會留意我們OTG的Facebook 以及我們OTG的網站 多謝你們的收看 我是OTG的Max 出發社群治川 我們選擇 blocks